欢迎收看网上热报 东应会即将在缅甸拉开序幕 除了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赛事的直播 也可以上网或是通过应用程序 第一时间知道比赛结果 下一届的东应会将在新加坡举行 虽然还有两年的时间 但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已经开始积极的筹备 希望打造出首个数码东运会 到这个网站上载一张照片 就能成为录像拼图的一部分 为我国运动剑而打气 虽然不能清零缅甸东运会 也能借助科技感染运动会的热闹气氛 和了解新加坡选手比赛的赛况 所以我们负责Team Singapore的部门的同事 会上去缅甸 会帮忙说看我们运动员的表现如何 会把他们比赛的一些情节 或者他们准备比赛的时候的那些心情记录下来 然后直接把成绩汇过来新加坡 放在我们Team Singapore的网页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为了让国人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参赛健儿 体理会也为选手拍摄一系列宣传短片和照片 展现运动员平易近人的一面 虽然距离下一届冬运会还有两年 但体理会希望现在就开始通过网络平台 让国人持续关注体坛和健儿的动态 随着下一届冬运会的准备工作展开 本地也有人开始着手设计应用程序 为2015年的冬运会增添互动元素 传统的运动会火炬接力也能通过智能手机传递 这个特别为2015年冬运会设计的应用程序 希望带动公众传递数码火炬 同时携手边写故事 用户接到数码火炬之后 就能填写两个字 接棒完成故事 为了更好利用网络数码平台 体理会正在探讨如何使用第二屏幕 来提高观赏体坛赛事的体验 所谓第二屏幕是指配合电视节目的网络内容 第二屏幕是指配合电视节目的网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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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其实已经开始有了 不过还没有在运动会方面使用 所以到时候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第二屏幕 让更多的人看到比赛之后 比赛之前在电视方面看不到的东西 此外体理会也希望 为到现场观看赛事的观众 通过大型互动屏幕 提供娱乐元素让现场有更多互动 体理会也计划推出一系列的应用程序 来吸引公众并鼓励他们参与 网上热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